另外再教觀眾朋友一個重要的資訊跟情報 就是這個功能 立次這個案件 這個案件是在看什麼呢 在看這個門牌這個地址 他曾經立次移轉立次交易的次數 那我們可以看到 把他點進去 我們可以看到像這個7樓的房子 他就賣過兩次 在109年5月的時候 他成交1960 單價有分算出來是64.8 那在110年4月的時候 這個車位就沒有分算了 看起來好像如果消費者買方會覺得我是不是買便宜 不是 他這一次的實際單價叫做73萬多 總編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也有可能有問題 這個109年5月買的 但是110年4月就馬上拉出來賣 這很有可能就是我們節目上所提到的 短期交易 也有可能這是投機客的房子喔 左邊你看這個房子 同樣一間房子 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 又拿出來賣 房價整整漲了將近14% 難怪台灣的房子 越炒越高 所以從立次移轉的這個功能 就可以看到 他之前多久賣過 賣的價格是多少 可以提醒觀眾朋友 這個功能也可以去查詢 來保障自己的權益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要打開小鈴鐺喔 好方網YouTube頻道 影片新上架就能收到通知